玉里镇之罗部落阿里大葛育金节 即将在27号起 也就是这个周末假日登场 而今年迈入第9届的葛育金节农产观光体验活动 虽然受到这一次地震影响 不少原定参加的团客纷纷打退堂股 不过米86团队不放弃 今天结合了社区部落文件站以及学校 进行了一场葛育金食农教育产业体验 来为活动预先暖场 不论是193县乐德公路沿线的部落文件站长者 还是春日国小师生组队 大家分工合作 从清洗葛育金 再用木除捣碎后 放入网袋内挤出枝来 一连串葛育金粉的制作过程 每个人充分体验 也参与葛育金的食农教育 我觉得捣碎那过程很好玩 然后我们那边还会洗葛育金 体验剝葛育金的铁 那很不好铁 好 有点难 洗葛育金 因为它洗的时候会那个很难洗 它会有那个皮都拿不下来 洗的时候最简单 可是要洗的 要那个放在袋子里面很难 不仅是学生 第九届葛育金 也串联社区部落文件站 一起推动部落农产食农教育的同时 现场也有各个文件站的成果作品展 彼此观摩交流学习 预理镇之罗葛育金 今年迈入第九届 米八六团队承袭部落早期 米八六互助分享的精神 这一次邀集社区学校以及部落文件站 来体验认识在地葛育金产业文化 并且为27号即将到来的葛育金 节系列活动做暖场 其实米八六米八六它的意思就是互助换工 那我们资罗葛育金刚好今年在第九届 那其实我们在第应该是说在第三届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走一起串聚193 一起来米八六这个活动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直串 我们193这边的不只是学校跟社区部落 那甚至文件站我们一起串联在一起 希望资源可以共享 即将在27号登场的玉璃镇之罗 阿里大葛育金节 虽然受到这一次地震冲击 不少原定团客纷纷打退堂股 不过米八六团队不放弃如期举办 展现如葛育金般的强韧声明力 也欢迎社会大众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协助 给花莲从地震中再站起来的力量 记者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导